大家好,這一台是FMS 1.2米的守護者 然後這一台狀況非常新,沒有斷頭斷尾 它有飛過,但它的完整度很新 我只能說很新,好不好 很少看到守護者狀況那麼好的,除非全新品 對,來我們看一下這裡,你看它的翅膀 完整的,邊邊角角,完整的 這邊也是完整的,這裡也都是完整的 整台飛機跟新的沒兩樣,而且還多了一個蓋子 電磁蓋,來,那我們這個拆開,等一下我們需要做伺服的測試 機頭完整的,螺旋槳有一些摩擦痕跡 槳罩是完整的,螺旋槳有一些摩擦痕跡 側面整個都是完整的,前輪起落架是完整的 它前輪起落架完全沒有變形 機身側面全都是完整的,這邊也都是完整的 然後這裡也都是完整的,通通都是完整的 然後下面這裡,完整的,完整的,非常非常完整 這邊,你看這裡,也沒有什麼摩擦痕跡 基本上是沒有,完整的,這邊也是完整的 這裡,你看這裡也都沒有摩擦痕跡,都是完整的 這一台,你要說幾層芯,我可以說9.5層芯以上 一點點,就一點點根本看不出來的一些使用痕跡啊 螺旋槳啊,這樣子,對,好芯,多了個,這個,這一塊 我記得好像200塊,250吧,這一塊,好,來,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的那個動作,它裡面有帶陀螺旗的喔,這個是XT90的接頭 對,更新的沒兩樣喔,然後跟大家說一下哈,非有拿來的時候 它並沒有拿那個,它並沒有拿空箱子來 如果你們要寄送的話,我們會收你一百塊 一百塊就好了,箱子的費用,對,好,一百塊 我們要拆裝啊,那一些一百塊的工錢 如果可以的話,你自己來自取,這個都可以省起來 好,然後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測試器的針腳有點變形 好,我們現在通電一下,升降跟方向,它若非陀螺也會校正 好了,來,升降,方向,作動是OK的,好,來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下,複翼的作動,複翼喔 複翼的作動,是OK的,好,OK 好,那沒問題啦 這一台就讓非我們去標,可以說是進全新 很少出現守護者,這麼新的 基本上守護者拿過來,都是很爛的 不然就是一定有狀況的 因為守護者本來就是新手練習機 對,那狀況真的非常好 好,就讓非我們去拍,拍多少,賣多少 OK,掰掰